仍然飞鸟合缠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耳闻二胡的音乐小课堂 你们好,我是耳闻 感谢大家对上一支影片的支持 而这一期呢,我们将会聊聊 仍然的飞鸟合缠到底要如何来诠释的呢 在我们开始这首歌曲之前呢 我都会把符字放在以下的链接 有兴趣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先下载了之后 再透过视频的方式 然后我会一一跟大家来解说这首歌 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关注,打开小铃铛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当我们拿到这首歌曲的符字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了 这首歌曲的原调呢,是B flat调 节拍是74 一样的,我都会在这里 护杀B flat调的基本音律 供大家参考 好,我们先来听听看 当时我在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 是用了什么指法跟什么方式来诠释的呢 我们先来听听听听看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Verse A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的跳靶的位置不是很多 我们通常都会保留在第一靶位的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就会示范一下 大概Verse A要如何来诠释 在Show这个部分呢 你们可以稍微用多一些柔弦来带动那个情绪的波动 C也是一样 你们也是可以稍微多一些的柔弦在长音这边 就是这个位置,你们要注意了 这里有一个高音的拉 我们把我们的小指伸下去 扩张 再收回来到高音的Show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去 这个就避免了我们跳靶的动作 然后多了一个滑音的效果 所以整句我们拉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Verse B的这个部分 我当时是如何诠释的 我好久不见 就等一会了 好久不见 我们在你 好久不见 在Verse B的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跟Verse A没有差别 只是它多了一句Pre Chorus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手用多一点柔弦 带动整个情绪 进到chorus副歌的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副歌的部分当时我在录制的时候是如何诠释的呢? Foreal 好我们看到了 它在chorus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挑战性是蛮大的 因为给这样初学者的话 他通常他跳靶的位置跳得比较远一点 所以你们在跳的时候要注意你们的高音Do跟Rae的部分 接下来我就示范一下副歌的这个部分 还有你们稍微要注意的点在哪里 副歌一开始在第一个靶位的位置 就在这个部分你们要注意 我们有一个大跳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要跳下去第二把位的高音的C这个位置 而是用第三指来跳 所以当我们在拉法Me了过后 往下跳 第三指到这个高音的C这个部分 OK 高音的C过后 用内弦的Me也是第三指的部分 第三指 OK 记住 接下去的话 C 斗这个部分 你们要把手指贴得比较靠近一点 因为它是扳银 拉C接下去 OK 注意了 OK 高音的Rae我们就稍微用一样的方法 把小指往开一点 就到那个Rae的位置 OK 接下来 回到第一把位的位置 OK 接下来 OK 接下来 在Chorus B的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挑战性也是蛮大的 像它跟Chorus A一样有一个跳大把位的动作 就是跳到高音C的这个部分 然后加上还有高音的R跟D的这个部分 现在我就会放慢来给大家解释说 到底哪一个部分你们要特别注意的 好 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要有一个大跳的动作 跳下去高音的C这个部分 稍微要记得你们要跳的时候要注意音准的部分 高音的R开大你们手指一点 接下来 注意了 注意了 这边有一个高音的R的部分 你们要把小指扩张 把它张开到高音的R就可以了 你们不用用再跳下去的把位就不需要了 你们只需要在这个时候 小指扩大一点 就可以到那个高音的R的部分了 OK 接下来 恢复到第一把位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就已经解决了 Chorus副歌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大致上处理完这整首歌曲了 它之后会重复Verse 跟副歌的部分 然后又再多一次副歌 然后它就结束了整首歌曲 拉Verse的时候你们要注意 第一用第一把位就可以了 然后到了副歌这个部分呢 你们要稍微注意 大跳的位置 跟那个高音的部分 我们都是用滑音的部分来代替 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一些小提示 当我们拉这首歌曲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如果高音的部分 不是用的特别多的话 我们就稍微用扩张我们小指的方法 来拉那个音符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说跳到另外一个把位 再恢复到另外一个把位的位置 所以这些动作我们就可以减少 而我们可以用一些滑弦的部分 滑弦的效果来增强这首整首歌的感情的部分 在高音这个部分呢你们要记得 当你们在运弓的时候可以稍微运多一点点 然后高音的时候记得你们的手指的力量 尽量不要压那个弦 尽量你们只是轻轻的把手指 放在定位在那个弦的位置上就没有问题了 而你们不要用力的 因为有时候高音的部分刚学二胡的话 你们会觉得比较难掌握 所以你们会失比较多的力在你们的手指肩上 其实基本上不需要 你们只需要把手指轻轻的放在弦上面 盯住音符波动的音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二胡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听的歌曲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不要忘记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更多喜欢二胡的朋友 我们下个星期见